美丽宝岛台湾世纪如春 一年到头都有新鲜的农特产品 为了鼓励青年农民 投入有机有散的环境耕种 生产安心、安全的农产品 农量署北区分署 2018年12月13号上午 特别在台北市内湖区花卉批发市场 举办107年青龙特色料理响宴竞赛活动 希望打造创新活力品牌形象 宣导民众购买友善环境 所栽培生产的农产品 农量署北区分署表示 这次活动让双北跟桃株苗地区的青年农民 将他们生产的优质农产品 从产地带到餐桌上 展现台湾农业的实力 那今天透过我们北区分署辖内 桃株苗还有新北跟台北县市的 这个青龙年仪会的好朋友 他们把他们一年所辛苦种植的这些农产品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食材的一个料理 然后从产地到餐桌 展现他这一年所辛勤耕耘的一个成果 让消费者可以借由餐桌上一道道好吃的料理 来体验到我们青龙朋友留下来乡村里面 所努力对于土地爱护 然后对于这个农业付出心力的这些成果 农粮署北区分署长苏中正表示 政府推动青龙辅导计划 要为农村注入活水 培养农业人才 以食安、农安、还安的原则 不使用合成化学、农药、肥料 栽培出无堵的食材 今天的青龙特色料理饗宴竞赛 就是要从这些新鲜味美的美食料理当中 选出最佳料理王奖 跟最佳厨艺奖、创意奖、原创奖跟团队奖 很多品尝过料理的民众都说 其实今天展出的料理 不管有没有得奖 每一道都是色香味俱全 我们今天要推广的就是冬季的蔬菜 冬季就是花椰菜最多 高麗菜跟大白菜 我们今天就用金三角双色泡菜来做呈现 我们今天把腌制的橄榄 做成南法的橄榄抹酱 结合了中西方的特色 还有它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这一道的话主要是强调 我们是运用我们的有机蔬菜 那就是有机青花笋的部分 那这一道的话呢 我们用的是桃园自己所养殖的鸡 然后以及自己栽种的这个 别豆花 我们巴里区产那个柚子 那我们利用那个柚子呢 然后我们做成柚子皮肝 然后再做成柚子酱及柚子酱油 那融入我们巴里在地的黑猪肉 基本上我们的餐点呢 都是以茶叶为主 那茶叶基本上是我们自己产的茶叶 以铁观音茶还有冷冻茶两种 冷冻茶呢是属于新鲜的茶叶 然后入菜的时候是带香气用的 像我们的炒饭跟那个鸡汤 这一场料理竞赛 最后由桃园市青龙联谊会 获得最佳料理王奖 其他县市也都有得奖 农粮署北区分属表示 目前已经有一千名的青年农民 接受农粮署的辅导 透过现代化生产技术 以团队经营理念 达造全新的农业生产行销模式 创造台湾农业美好的现在跟未来 记者周大成 陈建民 陈文旭台北报道 合计